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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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经历过家医科 经历过急诊 然后经历过那个长期照顾 居家物理长期照顾 那之后再到卫生所 是公共卫生的部分 那对我来讲 其实这一连串的不同角度的切入的时候 反而是觉得这形成 现在我在看待糖尿病的时候 反而会多一点点帮助 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入 今天其实糖尿病的个案 虽然说它的一个疾病是长期的 可是它会有急性的症状 我们其实发现在在地的这些民众 其实没有办法说 他们都到医学中间去 那所以这样的情景之下 我们在这个地方 至少我们希望把我们的整个 我们的团队能够建立起来 那我们朝着像 就是说 比较好的品质去迈进 让个案说不用跑这么远 那他们能够 能够得到一个叫做在地 即时的一个服务 你现在一百个五千多块 不知道 不知道 知道齁 其实葡里这个地方 其实品质组很多 那客家人也有 然后 那个 原住民也有 然后现在又有外籍 外外配 那所以 其实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其实沟通 其实 不同的语言 会有夹杂 那偶尔偶尔才需要翻译 那不然大部分的时候 其实不管是笔手画脚 或者是 你有时候讲一句 他听得懂了 其实他就觉得很亲切 对 我们其实也有 我们也有日本人 也有日本人在这里看诊 对 也有英文的 也有全部讲英文的 如果把每天看诊 都用另外一种心态来看待的话 就会发现其实还蛮有趣的 现在整个普里其实 目前新城戴这个专科医师 才只有两位 可是普里的民众有八万人 那八万人 其实你换算一下 其实大概有 我们多少 大概有六千多位的 唐药病个案 六千多位的唐药病个案的时候 怎么样去照顾好 这样的个案的时候 变成 新城戴这个专科医师 在这一部分 不足 因为大家都集中在都市里面 医师是够 可是就是说 医师的部分 其实欠缺所谓的 这个专科的医师 来做back out 玉米熟悉士 书菜哪里 验盆类 书菜 书菜没有做 我们走的叫做特色诊所 所谓特色诊所 就是说 你的诊所目前提供的服务 是有区隔化 那我们会希望说 在唐药病的部分 提供叫团队 一个结构式的一个服务 那透过病友会 是跟民众沟通的 一个很好的桥梁 因为你今天在诊间的时候 都是你跟患者之间而已 可是在整个这个病友会的时候 其实它是一个一起的 那民众 他们来到诊所的时候 不是光光一个看病拿药而已 而是会比较有趣一点 那像这样的时候 会让他了解说 其实回到一个最刚开始的 就是病人为中心 我们有遇到那个 家里没水没电 这个时间 你还能够遇到 家里没水没电 这个实在真的很难 没有水没有电 也没有治疗 因为没有钱 然后到最后是 社福机构送去住院 那送去住院之后 怎么要解决 那就是透过一些管道 到最后 我们认识这样的个案 那我们就 请他们夫妻来 像那个个案的时候 第一个 他会觉得说 经济的部分 他光看诊 他就没有办法 那我们能够的部分 我们帮他做处理 那像现在的话 伤口愈合 人类觉得精神很好 这就是我们的 存在的意义